今天晚上好 听一下声音看怎么样 好 如果没问题的话 今天我们就开始继续讲第62讲 今天的讲主要是接着上面一次的牙托卫省伤 我们今天讲复诊处理 另外我们也开始讲牙周牙随的联合病变 于托卫牙的省伤的复诊处理 一般的时间是应该在急诊后一到两周进行 那这个时间其实上我们临床上以前可能就说 持续时间比较长 三到四个月 这个是不对的 应该说是在急诊后一到两周以后就开始进行 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这种吸引 压死坏死以后呢 它有一些导致根管的感染 会导致一个进一步的压根的外吸收 所以说它的重点是防止或者消除根管内 潜在的一个刺激物 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上次说过 就是说在急诊的时候呢 应该术后要求前身的抗受治疗 这个时候可以接触这个抗受治疗了 同时呢 也可以停止使用这个洗面台缩口 同时把甲板可以拆除 可能有一点给大家更新一下 就是说 这个甲板呢 时间不用太长 一般的这一单两周就可以了 而同时呢 现在的甲板不像以前 我们可能说要求这种 尽量不要 尽量不要用来咬合刺激 其实上呢 现在研究发现就是咬合刺激 对于牙正膜的增生 是有很有好处的 就是说在身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 现在要求就是一种弹性固定 是保持牙正膜的接触 实际上是有利于它的 牙正膜的愈合的 这个和以前的概念 可能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一句话来说 如果说是根肩孔 封闭的牙齿呢 就是说 如果它的暴露时间 在口外暴露时间 少于六小时 一般应该在 一到两周以后呢 就开始进行牙治疗 那如果牙随之量 我们延迟呢 或者说到 比如说两周以后 甚至持续一个月以后 或者是牙 这个时候的泥 一拍片子发现 有明显的一个压根的 在吸收的情况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根管的充填之前 应该长期的封鲜花盖 而不是一次就进行根管治疗 治疗 在这个就诊期间呢 应该短期的有效的 使用这个抗测素 一到两周 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结合了这个蜂药呢 那足以有效的 这个把根管里面的感染 来控制住 当外伤如果是 发生在根管治疗 刚才说的超过两周 或者是XC片呢 有牙根吸收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长期使用抗测素 使用氢化盖 但是对于减少 术后的在 术后的这个 牙根的再吸收 是有很好处的 一般来说 我们根管测的行星以后呢 清理 清洗冲洗以后呢 我们用鲜花盖 和湿里眼水 混合以后 来充全根管 那这个时候 我们有商品用的这种 鲜花盖 可以打进去 是可以的 鲜花盖 其实在我们在 临床用的比较多 这主要是鲜花盖呢 它是一个有效的 一个抗浸性 它可以对 沿性的局部的环境 产生一个 对象的一个影响 是吧 从理论上是 有利愈合的 最主要是由于 它的环境是一个 碱性的环境 可以减少这个 破骨细胞的一个作用呢 同时并可以促进 这个硬阻形成 但是呢 有一条就是说 要尽量减少 这个清洗冲和盖的 更换频率 那就说 一般来说 这里面 Pasway里面说的是 每三个月 至少每三个月 换一次 而不需要 就是一个月换一次 清花盖 因为新鲜调制的 清花盖 对试图破坏这种 刚修好的 这些细胞呢 是有坏所用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每次的清花盖 其实它 因为刚开始的 碱性能力比较强 会导致 底下的一层是 BMC 形成一个坏死层 这个清花盖并不是 唯一可以用 使用的药物 文献还说 就是抗热素和皮质 内股醇 比如说叫 这里面 商品叫 Ledmix 这也可以使用 它的主要是通过 抑制这个牙本质 它的细胞的扩散 而不省上 这个牙的膜 它也主要目的 就是可以 这个 阻止这个 颜粹性的牙根吸收 当然也有 就是文献报道 就是说 它能够 扩似到根管 以后呢 如果是和清花盖 服务剂 联合使用的时候呢 它那个 释放和扣散能力 更强 进一步 增全它的这种 阻止这个 颜粹性牙根吸收 的一个能力 这个我不知道 国内有没有卖的 反正我是没见过 这个药物的 刚才讲的就是说 在口外 暴露时间 少于60分钟的 这种 封闭的牙齿 特别这个 是在 两个小 就是说 那是在20分钟 到60分钟之内的 因为这个时候呢 它 人类上它形成 这种 牙类膜 不管是形成牙类膜 牙类膜省伤也好 牙类膜恢复也好 但是呢 它牙髓痘还是坏死了 所以说 在 在子浮诊的时候 一段两周的情况下来 我们还是需要做 根据治疗的 就是说 不管是在 20分钟以内 还是 20分钟到60分钟 那这个时候呢 区别可能就是 牙类膜的 恢复过程比较好一些 但是呢 过一段时间以后 它整个的 牙髓 它是没法形成一个 血液重建的 所以说牙髓还是坏死了 这个时候呢 所以说要尽早的进行一个 根管治疗 如果说呢 相对而言 如果是你的根管治疗 比较延迟 一段两年以后呢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尽早的 需要就是说 我们肯定要长期的 使用性化干 来避免 就是说 你做了根管治疗以后 也会导致一个 延运性的 一个再吸收的情况 那至于说 为什么要用 这么长的性化干 那这里面倒没有讲 而如果是 这个暴露时间 少于60分钟 如果对于 根筋孔开放的牙齿呢 那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 避免这个根管治疗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寻找 就是说 我们通过一段两周以后 这个血液重建 复典的时候 要看一看 我们 我们直接当时 当时把它放到 牙齿窝里面 脱出的牙齿 放到牙齿窝里面 我们看它 有没有血液重建的现象 那就是这个时候呢 可能怎么能够发现 它有血液重建的现象 可能 可能有点 有点麻烦 是吧 但是呢 一旦发现牙齿 是牙齿感染的迹象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应该是尽早的呢 进行一个 根肩幼岛成因素 当然我们做治疗的过程中呢 当时呢 也是为了 在 第一次的基础治疗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为了 建立一个 叶供应 在第六章幻灾里面 我们看 左边那个图里面 其实是把这个脱尾牙 放在这个多细环素里面 的用液浸泡 而右图的时候 我们再把 米落环素的粉末 放在的牙根表面 然后进行 压在窝里面 进行重置 当然现在也有 就是说 我们把 别的一些生荡因子 或者是一些 一些比我们血液里面 血液里面的东西 把它放在牙根上面 以及中指 所以效果还是不错的 研究报道 就PRP啊 其实上 放到这个牙根表面 它也有利于这个 形成那个压根摸的一个 重建的现象 也是有的 但这个只是在临床上 它是用的比较少一些 但有的 有的 有的一些呢 医院呢 或者诊所 也开始做了一个东西 就是把抽取这个鞋以后 就做PRP 然后覆盖的牙根表面 那进行在植 对于根肩孔开放的牙齿 他也说了 就是说 避免在第一次基准的时候呢 就进行根管治疗 第二次的时候呢 我们也应该 避免呢 进行根管治疗 那除非 我们 现在明确的牙齿坏死 比如说 根据炎镇的情况下呢 我们才进行一个 根管治疗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获得 这个 根肩孔开放的牙齿 我们希望获得一个血润的一个重建 我们可以每三到四周呢 做一次牙齿的敏感实验 那这个敏感实验呢 我们不要用电耗力测 我们应该用冷测试的法来测 那可以用二氧化碳 血 它的温度是-78度 或者是三辅二氯甲烷 -50度 放在千元 或者水角 这些位置 它是 对牙齿比较敏感的一个地方 来测试一下 它牙齿是比较活力 无论这种冷测试的方法呢 一般来说 现在说 极光多普勒 流量呢 这个仪器呢 可以诊断这种外伤 未成熟横牙的这个血润 重现这个 对它是一好处的 这个是利用极光的原理来 来证实这个效果 当然了 我们每次应该就 做了以后呢 我们应该得 XCM 这个情况应该只是一个月读片 那如果发现这个根肩有破坏 或者是牙根的侧面有吸收 或者是临床上有明显的 就是说扣疹啊 或者促疹是这个疼痛 那就是如果浮现的时候呢 那就表明这个时候已经有病变了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要尽早的应该开始 进行根管治疗 因为时间为早 其实上对于这种 将来的育后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就证明这个牙髓的 就是说已经有坏死的迹象的时候了 应该尽早进行 继续更好治疗 这个刚才讲的是在 口腔外暴露时间是 少于60分钟 那如果对于说超过60分钟的牙齿 那如果是根肩孔是封闭的 那我们复诊的时候 其实是和在口外暴露时间 少于60分钟是一样的 它可能初诊是不一样 对于复诊来说 都是需要做根管治疗的 如果根管是 如果说你的 你做根管治疗时间 如果是说超过两周的时候呢 可能要长期的封鲜花盖 别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那对于跟那种开放的牙齿呢 那这个时候因为 它已经失去了这个 血缘重建的一个机会 就是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不必要想着在继续这个 它会在 能够成活 恢复这个 血缘重建 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 就是说 做一个根管 根管治疗 根管 在根管治疗就行了 一般来说 这个 这个如果做根 根肩 根管治疗 那如果是没有做的时候 第二次的话 可能这是要做一个根肩 根肩 根肩 有的成员 一般来说 如果是 第二次呢 就要看 第一次根管治疗的时候 它的 要评估 它的愈合的情况怎么样 不管是做了根管治疗 或者是 第二次复诊以后了 这个时候要做一个 可能做一个暂时修复 就暂时修复 其实对于这个牙脱 牙 省伤 这种治疗的 其实是很重要的 这个生活下 做所有的根管治疗过程中呢 其实这个展风 其实都很重要的 因为包括我们以前说的 去谁术 为什么说 建一次根管治疗 那就是有担心 这个在复诊期间 这个逢药的时候 封闭不严 会导致细菌 这个牙刺枪里面呢 导致进一步的一个感染 而这个牙脱牙省伤呢 我们在就诊期间呢 这个灌部的这种封闭 其实对于根管的 发生进一步的感染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一般来说 推荐就是用 一个加强型的 一个氧化性立香油的水分精 或者是树脂 或者是玻璃类水分精 来进行一个展风 深度要求至少四个毫米深 有时就说 建议不用棉球 整个把这种 如果是比较浅的话 把棉球的地方 拿出来 全部就放入这个展风料 同时呢 在放在展风料之前呢 应该从 把这个侧壁上的氢化钙 去除 因为这个氢化钙 它用拖位接受的时候呢 它可以被溶解 而同时呢 容易形成维生动 所以说这个里面在 入口处的一个侧壁 这个氢化钙是要去除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 根管治疗过程中 我们侧壁的一些 弧迹啊 这些张东西的 是一样的道理 不管是做树的修复啊 还是做 做玻璃的修复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是形成一个 维生动的一个 很容易出现的一个 一个地方 在根管治疗开始之后呢 就应该把甲板去除 如果不允许在这次就诊 就完全去除甲板 就应该抛光这个树脂 以避免软组织 刺激软组织 而渗柔的树脂呢 在后来的就诊中呢 应该是去除的 一般在第二次复诊的时候呢 这个牙根的愈合程度呢 也能够承受 对脱尾牙 进行一个详细的领导检查 在最上我们要检查一下 敏感的测试 比如扣诊啊 促诊啊 和它的松震度 牙织探针 我们都可以来 来做检测 这个检测呢 应该记录在案 同时呢 方便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呢 复诊呢 进行一个比较 做的动感治疗 什么是充填 那这个充填时机 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牙细治疗 在脱尾后 一旦两只就开始进行的话 那就是我们检查 没有显示 其他的一些 有根间外吸收啊 或者一个渗出的一个 渗出液的一个病变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等就可以 直接进行一个更加充填 当然了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 长期的使用新黄药风药 也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是如果牙随之了 在脱尾 或者刚才说的 在吸收 脱尾两只以后 或者是发现有一个 主动性的一个在吸收 那这个时候呢 在跟踪之前 我们必须用氢化钙 消毒碎腔 一段时间以后 再去更往充填 那这个消毒多久 会好了 一般是在传统的 如果是出现了一个硬板 从一建立以后 那这个时候表示 这个已经控制了 根管里面的细菌 可以进行跟踪了 尤其现在这种 展风 或者是永久的一个修复 可以引起官方的一个 官方的一个卫生动 那这个时候呢 在冲前以后 可能造成 刚才说的 造成临床上的 这个根管的发生 这种细菌在感染 所以说应该进行一个 比较好的 永久的修复 总之来说 这个官方的封闭 那对于这个 牙齿这种 细菌是有很好的好处的 所以说应该尽可能的 避免使用根管钉 因为大多是拖一牙的牙齿 放在前耳区 这个时候的美容 那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推荐使用这种 符合素质 或者是牙筆单接 就是用大 最前部用这种 素质单接 其实上的 如果是 效果还是不错的 根管里面可以 留一部分 一大两个毫米 做成一个 永久重前以后了 一般来说 要求这个 在五年期间 每三个月 六个月一年 要细放一次 所以这个细放时间 是很长的 如果在细放时间 发现这个替换性吸收 那应该及时的更改 这个长期的一个 治疗计划 那如果说 我们发现了一个 原来性的一个 吸收的经历呢 也可以 另外再重新进行一个 标准的一个 根管治疗 根管治疗 使根管消毒 可以使这个 也可以通过 长期的吸收的风药呢 使整个的一个过程 一个逆转 这种外伤 很久以后了 完全脱位的牙齿 的临界的牙齿 也可能发生一些 病理机变 病理机变化 比如说当时可能 没什么变化 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磷牙呢 可能当时 它吃了多外伤 它也发生一些 病理机变化 这些牙齿呢 也可以做一些测试 并与这个 发生 外伤以后呢 不久 涉及到的 记录呢 做一些 比较 今天讲的就是说 这种牙脱位牙的 这种复诊的 复诊 那这个里面 主要注意两点 就是还是根据 我们前期的 就是说在 牙脱位是 在口外 暴露超过一小时 还是小了一小时 最小为一个小时的 一个小时的 如果是我们根筋孔 封闭的牙齿 那我们肯定 先做公关治疗 公关治疗尽早做 一大两周之类 做是最好的 那如果时间更长的话 可能要是 要是长期的 封药以后 来观察尿效 那如果是根筋孔 开放的牙齿呢 那如果说 是一个小时之内的话 我们尽量 是不做公关治疗 那采取观察的办法呢 看了是否有 血缘重建 那如果说是 在口外 暴露一小时以后的 牙齿呢 那这个时候呢 它因为形成 血缘重建的 几率就很少了 那这个时候 第二次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做 可能第一次 就是营做了 根筋封闭 是吧 根筋体外的 根筋 根筋封闭 那如果说 我们 读到一个成型术 来避免它 再来造成一个 根筋的外吸收入的情况 所以 后来我们再谈一谈 这个 亚洲 亚水的联合病变 所以亚洲 亚洲的亚水联合病变 其实在我们听说中 也是比较常见的 一般来说 亚水病和亚洲病呢 它们之间 有相互关系 那主要是根据一些 测浮根管和根筋 相互之间和亚洲是相通的 那 这个十五张幻灯里面呢 显示是 ABC三张图 那第一张呢 是一个软发性的 这个亚洲炎症 通过根筋孔 各分叉 测测根管 累积了这个亚洲组织 引起这个亚洲的 一度和二度的 一个亚洲病变 那第二张图呢 是原发性的 一个亚洲病变 那通过根筋孔啊 测测根管 或者亚水 累积亚水以后 引起了一个 二度的亚水病变 第三张图C呢 是亚洲 亚水联合病变 及亚洲 亚水并发的一个病变 左边是亚洲 亚水 现在是亚洲 亚水并发的一个病变 所以说 这两个之间 就就是哪个病变在前 哪个病变在后 或者是他们一个是 享负累积的 那这个里面 我们要分清楚 其实像这种 分清楚哪种难因 那其实跟我们 治疗的方法 是有差别的 现在很多临床的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只要是亚洲 亚水或者是亚 亚水亚洲 都把它先做 都是建议 先做根管治疗 再做一样的手术 其实这两个之间 是有区分的 我们后面会 这个里面会谈到 就是说 如果是 男人是亚洲病的 和男人是亚洲病的 其实这样 两个之间的 治疗方法 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个 亚发性的亚水被变 它可以引起 根肩和侧方的 一个固息收 那破坏这个亚水 死在亚附近的 一个附着呢 就是亚洲附着的 会引起一个 它的亚洲炎症 不禁局限入根肩 它可以在 牙根的侧面 这个16点幻队里面 那个图里面 就是由于 它根管 超前以后 导致 牙根表面的一个 一个局部的 亚洲组织 一个变化 其实很多时候 如果说 这种 根肩阴影 不是在 不是在亚根肩 而是在 侧方的话 那这个时候 可能可能就是 由于侧的根管 或者根肩阴影起来的 根肩阴下面的 侧的根管 侧不根管 负根管 那导致 亚洲的一个病变 第17章话 那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根肩感染 可能引起 一个亚洲炎症 不是 我们看这个 ABC三个图 就是看它的 炎症 不仅局限在根肩 它可以发生在 双根或者三个亚的 根肩阴影起来的 软发的这种 牙齿病变的时候 它会激发的 扮有一些 严重性的一个症状 比如说疼痛 促疹 扣疹是有敏感的 扣疹是阳性的 牙齿有松动 就是像 这个牙齿隆肿的 一个因缘的一个肿障 这个龙性浮泌物 可以沿牙齿润带的间隙 或者通过 这种侧的根管 侧不根管 而形成漏道 这些漏道 一般都开口于 这个牙银沟 或者牙齿带 可以很容易的 有牙齿间 或者牙齿探针 追踪探测 那探针 探针甚至可以 就是说 直接探测到 这个 换牙的一个根肩部 这个时候可以 就追踪式 哪个来源的地方 就可以确定出来 在多根管牙齿呢 就是说 它可以通过 牙齿润带的漏道 可以向龙 抬到根根岔去 探针是会穿透 整个根本岔的区域 那这个与牙周病引起来的 这个三度的根本岔的病变呢 是很相似的 这个时候如果是我们做 牙周测试的时候呢 可以发现牙齿 是快死的 在多根管牙呢 一般表现为这种 牙齿反应不正常 这个提示 就是说它的活力是下降 提示牙齿是变性的 那病变的完全治愈 通常 我们不需要做牙的治疗 我们仅仅仅需要通过 跟传过的共产治疗以后呢 它就可以起上 牙周病变 就可以愈合 而不需要说 我们做了共产治疗以后 再做牙周的治疗 如果这种牙随的病变 没有得到已知治疗 那种病变呢 将记忆发展 那导致根肩牙草 牙草骨的一个破坏 那甚至可以呢 导致 整个化验的牙周围积极扩大 它的软组织啊 硬组织都会导致一个 广泛的一个破坏 我其实上 比较明确的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牙周探针 来接个碎片来检查 一般的可以发现这种 牙随但是牙随坏死的 同时有一些菌斑呢 牙随的一个记忆情况 这个和牙周 牙随两个人也不在一样 就是说 如果牙周引起来的话 有时候很多是牙随是活随的 而这个呢 如果是牙随牙周的话 牙随很多时候是坏死的 但是晚期的时候呢 牙周 牙随两个病变的时候 这个牙随其实也是坏死的 XCN片来说 一般有广泛的一个牙周的病变 在牙随病变最粗的一个部位呢 可以看见一些牙随骨的一个 三角形的一个趋势 那质量方面来说呢 如果说是它 这种 伴有一个牙随的病变 变成一个激发的牙周病变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时候根管治疗以后呢 也做牙周这个系统的一个治疗 只是一个 牙周牙死的病变 如果是原发的时代 牙周病变 那这个时候 它的是通过银沟来影响 是吧 牙周带来影响这个 到根间 导致这个 牙死的病变 一般都是这样的 如果是通过牙周 通过 通过副根管呢 或测试根管 其实它相当比较少 和更多的时候是 你可以直接从根本叉 你可以用探针 自己可以探的根间 那这个时候可能是牙周 引引到牙死的病变 那这个很多的是一个 急性牙死炎的一个反应 这个时候 由于它的破坏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导致 它周围的牙朝骨啊 或者牙的刺激走织呢 是有丧失的 那急性期呢 可以导致这种副左的丧失 或者是牙周的一个隆重 那进一步呢 可以看见就是说 我们可以发现在 雷神片呢 可以看到牙根的侧面 有根本叉区呢 出现一个暗影 那这个时候呢 牙刺骨的一个神伤呢 它会伴随着牙死 牙齿的一个松动 但是牙死活力的时候呢 你发现是活水是阳性的 这个是和 来源于这个原发牙死被变 是不一样的 就是看哪个是 牙死是不是有 活力是阴性还是阳性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分点 和原发的这种 牙死病变的相比呢 原发性 牙肉病变的时候呢 它的骨血神 通常比牙死起源的范围 是更广的 它破坏更大 我们看23的这种 A病人图 你看 A图就看出就是说 广泛的根间的 下下肩牙的阻碍 破坏 这个时候呢 就拔出以后发现这种 有很大量的一个结石啊 牙根表面是 就不同的一个外吸收 对于原发的牙死病变 它预厚了 随着疾病的进展 和牙的破坏 如果是多次破坏以后呢 它可能 这个情况比较 比较恶化 那个最大方案呢 其实给你 扬州员的一个严重程度 就是牙死病能不能治好 那如果治好的话 这个效果可能还不错 如果是治的比较差的话呢 这个牙死的 预厚是比较差的 所以它的预厚 决定于牙皱的病变 其实对于牙死的病变的话 不是起一个主要作用 如果是原发性的牙皱病变 但激发性的牙死病变的时候呢 它的区别就是 两种病变的发展 时间顺序不一样 是先有牙皱病变 还是先有牙死病变 它的这种情况呢 它的患牙 往往有叫声的一个牙绳带 牙绳带甚至可以直接打根肩 同时有牙皱病史啊 或者是一个牙皱病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治疗史 如果当累积的牙死人的时候 可以表现这个 那个牙痛和牙死人的一个症状 如果当 这种病变累积根肩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测试根管 或者是牙本的小管与外内相通 就可以发现 就刚才说的这种牙死人的一个症状 这一个视频呢 它原发性 牙死病变 但激发性的牙绳病变的表现 实际上是 两个都是相通的 所以说 很难以区分 它的预后呢 主要起跌于这种根管治疗 或者一个 牙绳治疗 就是说我们把根管治疗做了以后 牙绳治疗 是否能控制住 或者是能不能够 恢复 如果恢复得不错的话 或者是能够终止这种牙绳的 记忆破坏的话呢 其实那个牙齿还能保留很难的一段时间 那如果说牙绳情况呢 治疗效果比较差 或者是不能够终止 它的进一步的牙绳的一个破坏的话 那可能这个牙齿 预后都比较差一些 实际上就是说 对于这种牙 周 牙绳病变的时候 预后呢 主要取决于这个 牙绳病变的一个程度和范围 因为它这种 它会出现一个牙绳坏死 和根管治疗失败啊 或者是牙绳斑 或者牙齿 甚至一个严重的一个牙周眼 那这个里面就是说 它的牙齿在生透的时候呢 都可以 像这个26这个 下面这个图就是说 发生在第一 第二模样的牙髓 牙周两倍变 我们用探针呢 都可以发生这个牙的探针 到了根间 那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就预后就比较差 而且同时 伴有这个牙齿周围的 牙和骨的广泛的破坏 那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预后就 效果就不好 这种就是说 牙周牙衰的一个并法并变 这个是 定义就是说 是一种同时存在的 两种独立的 全不同的体验 而成为这种 牙周牙衰的并法并变 这个好像咱们教个书 没这个 没种定义 那比如说 下面一个图里面 就是27的 幻灯里面是 下面这张图 表示就是说 上和第二千木牙的一个 牙周牙衰并法并变 就中间部有牙衰并变 阴隐 同时呢 远中部呢 可以干净一个 眼带并存 但是两小之间呢 并没有交通 所以它们是 分别是个独立存在的 所以这个时候 该做更多治疗 即使该做这种 一样做治疗的 就做一样治疗就行了 那种疾病就说 它的治疗技术 刚才说了 就说 分别做治疗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 虽然我们研究的 整个和临床经验的医用呢 就是说 如果是营建立的形成 股病 省路径的一个理论的话 有了对股性 省害路径的形成的了解 就是说 我们这种临床 它可能就是说 可以更好的预见 这个治疗后的一个 愈合效果 我觉得 总的来说 对于牙周牙衰量病变来说 如果是牙衰来源的话 这种治疗效果 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对于牙周来源的这种 原发的也好 原发引起了牙周 牙衰病变 或者是半发的都行 就是说 最后的效果 就是说 相对来差一些 因为它这种牙周的 我们都知道 控制来说 可能这 不像这牙衰控制 牙周控制相对来说 可能相对简单一些 对于 我们的观点改变 就是如果是单纯来源于 这个牙衰的 那这个时候不像这牙衰治疗 那如果是来源于牙周的 那或者牙衰 伴有很严重的牙衰病变的时候 拿来看牙周 做了根管治疗以后了 这个牙周 也同时做牙周治疗 很多的时候呢 这个 这种联合病变 最终于的了效呢 是在于这个牙周的时候 能是否能够 很好的一个控制 得到很好的控制 如果说牙周控制不好的话 不建议做一个根管治疗 因为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出现就是说 你的根管治疗哪不就是最好 最后的患者的牙齿 可能还得到 把牙 就是说可能 得不到患者的理解 今天的课呢 就在这儿 感谢大家聆听 谢谢大家